歡迎回到晚間新聞現場來關心 酒後爆發口角 情勢失控 在苗栗貪香一對林姓兄弟黨 就發生嚴重的暴力衝突事件 弟弟不滿哥哥 罵他不工作 氣得拿力氣不斷的揮舞 而哥哥則氣炸了 拿起自製獵槍 想反擊 而就在莊莊的槍池當中 誤扣扳機 打中了弟弟鎖小腿 雖然送醫之後是沒有生命危險的 但還是被依照法 看到是警方 依照相關的條例 傷害罪 依送法辦 只有護車趕到現場 一名男子倒臥在血泊中 腿部不停地冒出血來 醫護人員趕緊幫忙止血包紮 只見男子躺在單架上 意識清楚 還不停地灌水 緊急送醫 索性沒有生命危險 事發地點就在苗栗泰安鄉的一個部落 傷者是一名33歲的林姓男子 21號下午2點多 疑似幾杯黃湯下肚後 跟哥哥發聲了口角揮舞力氣 哥哥也拿起自製的土造獵槍反擊 兄弟倆爭執中不小心扣下了扳機 誤射到弟弟的左小腿 一對林姓兄弟黨因弟弟不去工作 在家喝酒遭哥哥言語管教 雙方爆發口角 弟弟情緒失控 拿刀做事揮砍 哥哥遂拿自製獵槍 威嚇自止 雙方僵持 搶槍過程中不慎勿術反擊 射中弟弟的左小腿 為什麼會喝酒 為什麼會開槍 警方說事後在哥哥的住處 查扣到一把無罩獵槍還有火藥一發 兄弟口角演變成重彈事件 還爆出了無罩獵槍的案外案 哥哥管教弟弟不成 這下被依槍炮彈藥管制條例 還有傷害罪依法送辦 記者彭光許苗栗報導